而眾所矚目的人工 先執法修法進度 衛福部最快月底 將會把草案送到行政院 但有媒體報導 這個代理孕母一年的營養費 是大約一百萬元 也引發了討論 但衛福部長邱太元 則是否認這種說法 就強調這個細節 還是要再專家討論審議 媒體所寫的並不是完全正確 因為我們雖然有類似相關 要做的 要關心的項目 但是他後面的細節 必須要再經過專家的審議 要從他各方面的需要 然後給他做完整的一個考量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國建署跟那個專家 會一直做都是滾動式的一支努力 希望到真正提出來的時候 是最能夠保護到 應該保護的人這樣子 代理孕母是禁止商業目的 採取無償制度 就是不能直接收取報酬 那至於要如何確保代理孕母的權益 抽太元也說明相關的法規仍需要做各方面的考量 國建署跟專家會進行滾動式的檢討 希望送交到行政院的正式草案 能夠保護真正有需要的人 各方面 還有相關的法規仍向來